他在對自己歡呼的那個 那種姿勢啊 或是聲音都 但是叫起來也是很虛野性的 哦呦 這樣我們這個再拿一番 取行慢調私底的 他自己出手的弱點就要小心一點 甚至在出手上手的情況下 沒有給出適當弱點跟適當的質量 小心拿下第五分 我提到許新的綽號叫大蟒蛇 就是他的 漂亮 好 好 我喊一口氣再接著進攻 他就不斷地在進台一直做 速度上的一場堅持在前台 去展現他速度上的優勢 來了 好 第二局開始 許新率先發球 那許新只有正手派的打法 是不是比較屬於老派的呢 是 也是因為打法上的限制 如果說他主動 不妙 2比1領先一分 哦 短的旋轉讓張本智俄想要擰的時候 也沒辦法 在前段已經三度平手了 第二局 好 好 想剛才許新的這樣的回球有過高嗎 還是只張本智俄打得好 也許這可能就是往後 近期會發展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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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用戰術來干擾他的節奏 直接發球的時候 一直把節奏 放慢 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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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來了 非常都是 動作非常小的情況下 能夠加速度 甚至 突然改變 背部位 然後把球轉到直線的位置 對 所以初拍那一下真的 十三歲少年的節奏 對 可能比較勝算 三分 三分 四比二 打成 七比二 最好球 回去然後 每一版進攻完 然後都做好下一版 再連續進 中心又失去平衡了 讓三門之合沒辦法 那麼順利地去加壓 四個遊戲點沒有問題 沒辦法那麼容易地站住中心去做拚搏 沒辦法那麼容易去做拚搏 在揭發球的時候也是一樣不斷地再去… 真的嗎 我給你拚進三個,我也是贏七個 好… 速…5比7,然後2分 三門之合 有可能找不太到方法了 有可能找不太到方法了 如果要打硬小硬馬中快節奏 哎呀… 好球…哇… 歷史… 哎呀… 有三名來自中國 有三名來自中國 跟弧線加…加…加強加高以外 內…再繼續往…繼續跑 對對對… 然後如果拉住中間位置的時候 然後再插網之後… 太炫了… 擋不回去 哇…突然發一個長球 漂亮啦… 跟第二局… 張門次合收下的那一局一樣 對… 跟徐星打這種控制的話 基本上是…很難… 等到張門次合發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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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正所謂小三角 這個位置去發的話 基本上就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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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對方抓住的時候 可能就會導致你 這場比賽落敗的原因 對… 拼了…大忙… 有了… 有了… 呵呵呵… 隨木桶果然搖搖手指 雖然在這場 對上張門次合的賽事當中… 丟掉…